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最佳单曲循环 而对于小鹿来说 这首歌就是百听不厌的Dear John 而这首歌的演唱者 是第一位在美国开巡演的华语歌手 更是环球巨星迈克尔杰克逊的Bin上客 他就是台湾女歌手Binley 他那个名字呢 王雪 我还问你 这是什么时候出来的新人 新人 原来是Binley 什么时候改名字我都不晓得 这该是算我 算我 寻本苏源一路前行 今天小鹿将带领各位听众 走进比起音乐 他更为人所需的情感人生 1952年1月27日 比利出生于中国台湾 当时啊 她还叫王雪娥 等到1968年 16岁的王雪娥 在台湾正式出道 作为台湾的第一批出道歌手 比利靠演唱英文歌起家 她的嗓音低沉浑厚 带着穿透人心的极强力量 金属而十足 她的歌 直到今天 仍收获了众多喜爱 在Dear John的评论中 有人这样说到 声音 大气 又经典 这是一首可以穿越时代的歌 换作其他歌手演唱呢 或许就会被嫌弃旋律土 但偏偏只有比利 能够唱成这样子 那种微醺洒脱 迷魂 又带着沙哑的感觉 让听者如痴如醉 而后 她的男人 不该让女人流泪 一经推出发行 便即刻让她 在台湾歌坛的 大姐大地位 确认下来 尽管比利 本人身材娇小 但是她的性格 却如同她的嗓音一样 后打抱不平 急躁 又有一股豪迈的生辰 工作是让我最开心的 因为我很喜欢音乐 台湾唯一的歌唱团 去美国巡回 对 从很小就知道 我跟这个行业是 偷不了关系的 偷不了关系 对 尽管比利的作品 不像是其他歌手一样 广为流传 但是 她 崎岖坎坎坷的 情感经历 却总是 为人的味道 傻大姐一样的比例 总是以一副 乐观开朗的笑容示众 但是 在 外人看不到的背后 她也只是一位 普通的 身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搞起了 不伦恋 这让一向坚强的比例 意志骤然崩溃 这个饱受着婚姻摧残的女人 只是想要获得和平常人一样的普通幸福 但是上天 却并不给她这个机会 甚至 还在她千疮百孔的身心上 撒了一把眼 在不久之后的对峙中 前夫周月侯 联合外遇女友的丈夫 两个大男人 合力独打比例 甚至 将她的衣服都扒光 这让当时的比例内心遭到了无尽的恐惧 痛到了无法顾及形象 逃到了大街上 向路人求助 在面对无法反击的婚姻暴力之下 让如今的比例回想起来 旧年往事都忍不住痛哭起来 而正如 Deal John所唱的那样 比例唱得不仅仅是适应女人内心的独白 更多唱的是自己人生的苦痛 需要几经崩溃多少次 人生才能够不在意结果 只求爱过 就像是比利也始终不懂为什么 在婚姻这条路上 上天始终如此对待她 自己爱得粉身碎骨 也依旧在追求着那份梦里面的美好 可是后来的背叛失望猜疑痛苦 又让她得到了什么 是磨贫的冲动 还是熬到结尾的感情呢 命运的不公仍旧是未放过她 2007年 比利在经历了两次重大情感的创伤之后 不幸换上了领巴爱 但她傻大姐的个性 却始终是保持着乐观与欢笑 大女儿 二女儿和小儿子 也都十分的孝顺 患病的那段艰苦岁月 四个人互相扶持着对方 一路这样支撑着走了过来 也正是这样的乐观天性 让她能够在经历了生活的惨痛之后 仍然是微笑着面对她 战胜她 这不仅是成就了儿女们积极豁达的性格 也让她能够笑着见证 今日自己孩子们的成功与幸福 如今已经年余七十的比利界 仍然是当年那个仗义的 脾性暴躁的大姐大 她仍然在热切地爱着 乐观地面对着生活的困苦 她一直在用着自己积极的人生态度 告诉我们每一个人 尽管人生十有八九不如意 也要在得意时刻须尽观养 我是小鹿 本期关于比利姐的故事 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